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这两段有直播 听众朋友上YT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丹康大学的段昌文老师 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最近的裁员动作不断 美国一些大公司的老板最近火气都很大 包括像特斯拉的伊隆马斯克 就讲说我要裁员 你给我滚回办公室 你不回来的话你就给我滚 另外上周Meta的老板Mark Zaberg 也同样的说我公司有一大堆人 应该他们不能在公司里 也就是说我准备要裁员 同时要放缓招聘 亚马逊微软都已经从公司的内部文件 流出来说要放缓招聘 可见这景气的问题确实是严峻了 不然我想这些大公司的老板不会是这样子 火气这么大 看起来You are fire 这句话呢 未来这个半年一年 应该会在这个全世界很多地方出现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台币 今天比较明显收贬 收贬4.5分 收在29.81 那外资今天卖钞的金额是84亿 是连期卖了 那外资整个6月 净汇出755亿 这是创下同期新高 所以台币的贬押 其中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外资 这个汇出的情况 那今年上市会公司 要发这么多股息 那外资拿到股利 恐怕又要汇出了 因为看起来台币区贬的方向 所以外资的这个现金股利拿到 应该会汇出 所以后面 我想台币的压力会很大 这今天金管会公布的资料 在今年3月 联准会升息之后 外资马上转向汇出 3月跟4月合计净汇出 达到115.79亿美金 5月是汇入27亿 但是6月再呈现了净汇出的情况 截至到今年6月30号 外资累计汇入余额是2233亿 那入资汇入的余额是0.27亿美金 我们刚讲2233亿是美元 这是累计 那整体外资累计净汇入的余额是2234亿美金 折合台币是6.65兆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6月 外资单月净汇出25.37亿 这折合台币是755亿 这创下2014年以来 同期最大的净汇出金额 那至于说这个6兆多台币 2000多亿美金 外资当然不可能一下全部汇出去 他慢慢汇 慢慢卖股票 接着他慢慢卖 今年以来外资总计已经卖超台股 将近快一兆了 累计到本月 外资卖超9,677.6亿 9,600多亿 将近一兆台币 很惊人的一个卖压 那当然都卖一些全职股了 好 那段老师 段老师您好 是 木华好 还有听众朋友 大家好 段老师 为什么外资这样子狂卖 是看到台币持续贬值 这个应该是美金要回流 我认为是美金应该要回流 这个跟类似一九八零年代 我们看一下 如果用一九七零年代 到一九八零年代来看的话 当时这个低利率的时候的话 美国他是在全国 结果到一九八一年之后 美国变得债务国 所以那个时候利率非常低的时候 这个新兴国家拼命的跟美国去借钱 借完之后的话 结果美国反转了 这个抬高利率 在一九八零年代就发生了 这个拉美危机 一直到大概是二零零八年 次贷风暴之前的话 大概我们也看到说 二零零八年之前的话 欧元非常强 二零一二年之后 这个欧元 这个开始对美金也开始贬了 这什么情况 这个一定是 这个美国在吸引 所有的流通在外的一些美金 回落美国 这一波我觉得也是很类似的情况 好 其实欧元贬的也不比台币倾 今年欧元贬了九% 我昨天跟听众朋友讲说 欧元贬十多% 我游标标错了 我眼睛有业障了 我承认我标到那个2021年的年初了 那2021年年初欧元的确到这个昨天贬了差不多15% 那今年以来欧元是贬9% 如果从今年初来算到最近欧元的破底 那欧元呢最新一个交易已经是贬到了1.0235美元了嘛 就说一块欧元呢是换1.0235美元 那美国华尔街已经预估了欧元对美元会贬到平价了 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子 我不知道 反正欧元今年贬幅已经达到9%了 我们今天这个有人赚钱了 对我们节目来进行donate 是吧 威尔森还有呢 BC党 谢谢你们的donate 不管有没有赚钱了 就像我前面一段一开场跟大家讲的 其实我们我们自己心情平静最重要 讲实在的 我没有我没有太激动了 我只是比较善于这个言语演出而已 所以听都没有包含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广播没画面嘛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声音上面有一些表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人说我最近面容憔悴 但是因为我最近常常去爬山 所以我晒得比较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是比较忧国忧民一点 所以也许我的心情会反映在我的表情上面 从今天开始我要笑容满面 不要给大家太大压力 好那段老师 我们今天要来谈特斯拉 特斯拉最近宣布要裁员10% 特斯拉现在全球员工10万嘛 对 裁员10%就1万人 是啊 那看起来这个特斯拉在员工的花费上面的话 是特别高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了 也就是说 当然我们表面上看到二零二一年年报的这些现金流量的话 特斯拉可是创的性高 那当然我们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对应的方式来看 我从今天清晨的美股 如果用它的市值去排序的话 用Nestuck 如果说我们把特斯拉当作是一个科技股的话 用Nestuck100 从第一名排到第十名的话 特斯拉它是排在第六名 那第六名它的市值的话是大概是七千零六十六亿 那第一名的话还是一样是Apple Apple是2.2兆左右 他挺厉害的 对那如果说接近特斯拉这个市值最接近它的 而且是比它来低的话 那就是Meta 也就是Facebook 那Facebook的话是四千三百三十亿美金左右 那如果我们拉这些这两家公司来看的话 我们特斯拉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它的现金流量是二点二一 而且是负的负的二点二一亿美金 增到去年的六十九点三亿 这很厉害 对这个从负现金流量到现在目前 在汽车在电动汽车里面应该算起来是蛮厉害 但是如果说我们算Facebook的现金流量 大家之前批评的Facebook 它的财报不加 或者是说它的股价也不加 也批了也有一段时间 我们用接近特特特特特特斯拉的这个Facebook 这个FCF也就是自由现金流量 他在二零一八年年底到现在为止 他增加了两百三十四点五亿 但是他现在市值是比特斯拉还要来的低 大概是特斯拉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已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产生了所谓的 为什么很多人都是认为说 要评估这家公司的市值的话 应该是要导引到未来的现金流量 那Facebook的现金流量大约是特斯拉的五点七五倍 那自由现金流量特斯拉的三点 三点多倍 Facebook的市值竟然比这个特斯拉 而且还比他低了大概三千五百亿美金 所以可见这个现金流量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也提供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看到 也就是说如果用特斯拉跟比亚迪去比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张表格 特斯拉的利润率比比比亚迪高多了 对对对是没错 但是如果用每一个人的员工薪资来去看的话 恐怕这个是有的比了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张表格里面 我揭露的是有几家公司 那为了要去对应说 这个特斯拉是一个科技类股的话 我把两家公司 Apple跟那个台积电也把它拉进来看 那当然我们看到说 我用这个元币计算 还有跟这个台币计算 来去对应说 每一个员工在特斯拉跟比亚迪的一个贡献度 也就是说如果以元币计算来看的话 用台币算起来 那目前特斯拉是员工数来到九万九千两百九十一人 那比亚迪的话还更多 这二十八万人 那如果用他的市值去换算 每一个人贡献的这个市值的话 那么这个特斯拉的部分的话 是达到了大概是两兆一千两百零七万左右了 二一二零七那个是单位是万 这个是市值的贡献度 那如果每一个人的用营收去换算 每一个人创造第一季的一个产值的话 每一个人是五百六十二万左右而已 这个匹别计价是台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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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特斯拉是五百二十六万 特斯拉一个人一个人是五百六十二万而已 五百六十二万 对那比亚迪的话是一百零三万 这是一季哦 但是如果说我们看一下这个Apple Apple来到一千八百八十二万 那台积电的话是九百零六万 所以相对而言的话 当然Apple 苹果跟那个台积电的话 是第一季的话 是实在是也是赚得非常多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开始咯 凡持有道路公园绿地广场 以及儿童游乐场用地满五年以上 都可以参加投标 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 或播02-2720-8889转267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孩子即将升上国中 怎样才能让英文学得更好 一起去飞鸽英文 为孩子的英文超前部署 飞鸽英文小六升七 青年级自由英文 跳脱国校游戏教育 扎实超前学校进度 OK 好 大家好 今天破万事 哎呀 这个万事大观就这样轻易破了 实在也是真的 看起来多方的企图心很弱 守都不想守 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不想守 我觉得大概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不想守的话 就是多方无力守盘 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 空方的力道太大了 所以赶快多方闪一闪 我觉得连守都不守 其实不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说讲这个盘事直接破万事 连守都不守 真的不是太好现象 因为毕竟万事是重大的整数关卡 恐怕会破万事 好 回现场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丹康大学的丹川文老师 刚刚丹老师讲说 特斯拉现在目前市值 是7000亿美金左右 对不对 脸书META的市值 是4000亿美金左右 所以脸书的市值 少掉特斯拉 3000亿美金左右 但是脸书的自由现金流量 它其实是高过特斯拉的 特斯拉也很不容易了 因为2018年的时候 特斯拉都还在讲说 可能要破产了 马斯克当时还讲说 我记得那时候 还有一个消息传出来 就是推特上面讲说 他要被收购 后来还因此 伊隆马斯克还被 美国SEC政管会给罚钱了 你还记得那个事情 就是说当时特斯拉还岌岌可危 但是时过几年的时间 特斯拉真的是整个大翻转 那当然股价也是大翻转 就是说从负的自由现金流量 到正的自由现金流量 同时它的营收跟毛利净率率 都持续在提升 EPS上升也非常的明显 但是今年特斯拉遇到很大逆风 就是交车不顺 特斯拉第二季交车量 叫第一季下滑18% 这是两年来首见的季比的衰退 生产瓶颈还有高通膨侵蚀利润 所以导致了华尔歇分析师 纷纷调降特斯拉展望 特斯拉在上个礼拜六公布出来 第二季的交车量 我们谢谢 我们谢谢Devitt Fry 对我们节目的斗内 我们节目很多人赚钱 特斯拉上周六公布出来 第二季的交车量是25万4,695辆 比去年同期虽然增加27% 但是低于第一季跟去年第四季 也不如分析师所估的264,000辆 特斯拉说六月的产量是创新高 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防疫的问题 上海厂先前停产 现在正在积极的提升产量 特斯拉没有公布六月的产量数据 但是他说产量是创新高 那第二季的产量是25万8,580辆 25万8,580辆 交车交了25万4,695辆 所以他的交车情况相当不错 这几乎是生产出来就全面交车了 那特斯拉我知道现在目前 大概你去订车 到你可以拿到车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可是因为他的交车量 两年来首见下滑 所以华尔街的分析师 纷纷去调降特斯拉的展望 又看坏特斯拉就对 但Meta也没好到哪里去 巴克来今天下调Meta 这些社群媒体公司的目标价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说数位广告 现在正面临一场完美的风暴 以及结构性的逆风 已经来到了 怪不得最近 Mark Zabberg的心情这么差 这个教训员工说 我要让你们离 我要我们公司有太多的 A bunch of people 是应该不应该要离职的 然后跟大家讲说 要面对严峻的这个景气的问题 看起来心情不好 最主要原因呢 数位广告可能会遇到很大逆风 好那段老师刚刚谈到 我们是在比那个特斯拉 还有脸书 还有这个台积电 三家公司的员工的 每位员工的市值 跟每位员工的营收 我们再重复 跟我们的听众没有讲一次 好那我们是用 比方说他目前的员工的人数 去换算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如果拿这个特斯拉 跟台积电去比的话 其实用营收来去看 每一个人的贡献的话 其实特斯拉2.1亿左右 一个人贡献在这个 我们讲的台币 对2.1亿的这个市值 那如果依照台积电 目前来看的话 每一个员工也贡献了 这个在他的市值里面 是2.1亿 2.1亿 那如果以他的产值 台积电每个员工市值 贡献跟特斯拉是一样 是一样的 两个都是两亿多 两亿多对 那如果说以产值 我产值定义是在营收 那这个营收的话 如果特斯拉来看的话 每一个人 这是一季 这是第一季度 每一个人产值是562万 那如果以这个台积电来看的话 是900多万 所以特斯拉每人产值 不如台积电 怪不得要裁员 那如果 那所以每一个员工 他的净利来看的话 第一季 第一季 换算成台币的话 特斯拉是三万多块钱而已 台积电还有374万 Apple有483万 第一季就把他所有的员工的薪水 大概就赚回来 净利 对 净利的部分 所以之前我们两三年之前 好像是有提到过 比方说像Apple跟这个台积电的部分的话 一家公司他的员工 如果是高级干部的话 他拿每一个人平均贡献度的利润里面的三成 应该不为过 那目前看起来似乎好像是台积电给员工的薪资的话 在第一季已经都已经达到了 所以目前这些公司的话 在我们两三年前评估的结果的话 他净利的增长 比两三年前的净利增长 每一个员工的净利增长的话 应该都还算是不错的 那反而我们看一下那个比亚迪的 这比亚迪的话 每一个人这个员工产生的一个净利 第一季还不到一万块 在两千五百块台币而已 所以非常低 但是他如果依照他目前 这个特斯拉在美国的一个人的薪资的话 大概十一万美金左右 那如果依照Apple来看的话 13万美金换算成台币的话 那大致上来看的话 可能在特斯拉的部分的话 他再付给员工的薪资 恐怕精力都还没有赚足够 好 特斯拉裁员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过去几年人员招聘太多 而且可能给的薪资太高 这个对一龙马斯克来讲 面对严峻的经济逆风来讲 就是个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在这边裁员 当然他为了确保公司长期经营 所必须要做的一个痛苦决定 但又马斯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所以他在裁员前铺梗铺了很久 我记得我在节目有跟听众没有报告 他在两个月前就开始铺梗了 那到最后就终于是宣布要裁员了 而且他真的是动作了 他最近的裁员动作是不断了 那特斯拉根据现在华尔街的评估 他一些具体数字 我跟听众没有报告一下 就是刚刚段老师讲到 企业的每个员工的平均销售额 就是说每个人产值 就是说从营收来看特斯拉员工的产值 特斯拉现在十万个全球的员工 你用特斯拉的营收来计算 那特斯拉跟其他汽车业 其实并没有差距太大 根据摩根斯丹利的分析师 这个乔纳斯的一个资料 特斯拉每个员工 每年给企业带来的这个营收 是85万3000块美金 相比呢 规模比特斯拉大很多的福特公司 那每个员工给企业的产生的平均收入 也达到了75万7000块美金 所以这样一笔就知道说 特斯拉员工可能薪水太高 薪水太高 要不然就是说这个农员太多了 那另外呢 特斯拉曾经在2018年跟 这个2019年都有裁员过 2018年下半年 他裁员比例是7% 2019年年初的时候才9% 之后呢 特斯拉就历经了疯狂的增长 这个持续的增长 而且呢 重新开始人员的扩张 特斯拉从2019年年底到现在 员工翻了一倍了 2019年年底大概是5万人 你上那个SEC的这个公司的财报去看 4万6千人 4万6千人 2019年 2019年4万6千 到现在已经10万人了 对啊 一倍啊 对啊 所以说 人这几年进了太多了 对 所以他要开始大财源 所以段老师 这个马斯克是很聪明的人了 他马上看到经济逆风 而且他立刻立马采取行动 是 美国有很多企业可能很大象 很恐龙啊 或者说全世界包括台湾很多企业很大象很恐龙 老板现在还浑然不知整个景气的大逆风要来了 还在那边增援 或者说还在那边 呃这个觉得后面还有好日子过 对啊 我觉得像特斯拉所创造的第一季度的现金流量的话 大家都觉得说非常好 比方说第一季度特斯拉 他的自由现金流量 在财报上面揭露的是22亿左右 但是我们看一下 我不晓得穆环知不知道Costco Costco他第一季的现金流量有多少 53亿 比那个特斯拉还要再多一倍以上 他的会费收入很多 好事多 他会费收入很多 最近都在推黑赚卡 对 但是如果相对于大中国大陆的比亚迪的现金流量 我把它换算成美金的话 他也有41亿 比特斯拉还要多 自由现金流量 也就是说现金流量表上面的最后那一排 就是自由现金流量 比亚迪换算成美金的话有41亿 那如果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说百事可乐好了 因为这个是在市值里面排名前十名的 百事可乐的话 他的第一季度的现金流量是69亿 反而卖汽水的比卖汽车的还要会赚钱 董老师最后30秒给我们听众朋友建议吧 不管是投资人或企业主怎么度过这次可能来的经济大风暴 经济逆风呢 我觉得还是现金为王 现金为王 你的企业要特别注意你的自由现金流量 对 自由现金流量 那对于投资人而言 你还是当然要看你现在目前银行存款簿上有多少cash 对不对 对对 不能看股票的账户 还不是看你股票账户上面 几宝存追有多少股票是这样吗 对没错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给大家一些建议 谢谢大老师 交通安全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